罗密施奈德 二十九年拍摄电影《近六十部》 其中以献献公主最为著名 她把纯真美丽 活泼可爱的献献公主 演绎得栩栩如生 一篇一笑 极具优雅高贵 罗密施奈德凭借出众的外表 迷人的气质 引起了导演恩斯特·玛丽施卡的注意 她的外表和气质 与奥地利历史上的献献公主十分相像 从而成为倩倩公主的女主角 罗密施奈德就是倩倩公主 倩倩公主就是罗密施奈德 倩倩公主三不娶 让罗密成为了奥地利电影史上的骄傲 高贵典雅的奥地利皇后的形象 再次深入人心 她那迷人的微笑 驱散了二战后 奥地利人民心中的阴霾 带给了人们重建家园的信心 罗密施奈德凭借电影西 西公主一举成名 成为德国的公主 倩倩公主带给她荣誉的同时 也为其带来许多的约束 人们希望她保持纯洁的倩倩形象 当十九岁的罗密 遇到了比自己大三岁的阿兰德龙 也就是在那一夜 施奈德爱上了她 为了她可以不顾一切 罗密施奈德和阿兰德龙的相恋 被诸多的媒体和群众反对 这是她的初恋 她不想失败 德龙也是对施奈德一见钟情 被她迷住了 但同时 她畏惧罗密身上的忧愁的皇家气质 然而 在美帝罗密施也留不住德龙的心 她在罗密这边放了一只黄玫瑰 离开了倩倩公主 罗密带着雷雷伤痕回到祖国 相爱的那么热烈 离开却如此无情 罗密施内心无比苦思 电影中的倩倩公主 越美丽出尘 越幸福 愈发觉得罗密施奈德的一生过得不幸 可以说 倩倩公主的美好只存在于电影里 现实中的倩倩公主一点都不幸福 1982年5月 罗密施奈德被发现在巴黎的公寓中去世 将年四十三岁 家人已逝 留给世人的只有永恒的怀念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图片来源互联网 完全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